你之所以招不来好的人 是因为你们公司可能是人才挖地 我们说一个好的老板就三板斧 会算账 会画图 会激发 这个算账不是算小账 是算大账 我多花了点钱 请来了能干的人 他干出来的业绩 比不能干的人要好很多很多 这个账上会算 会画图是什么 描绘企业的前景 最后一个呢就会激发 我们说员工的工作热情 都是被激发出来 记得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会不会搞了两项大的项目 一个是住房制度 一个是退休金制度 这两个制度一出台 就把大多数优秀的员工给留住 首先那个时候我们没钱买房子 怎么办公司给你贷款 但前提是你五年内不能离开 你要一离开 连本带息一块换 如果五年以后离开 等于一分钱不要花 这就把很多人就绑住了 退休金制度呢 跟你们一般听说的退休金制度不一样 我们是额外的退休金 英文叫retention bonus 就是留人奖励 每次每个月公司放10% 你放10% 如果你干了不到一年走了 一分钱拿不走 你两年走拿10%走 你干的时间越长 你拿走的才越多 这时候你要愿意走吗 你就觉得那个钱是我的 可是我现在走的就都丢了 所以这两招一出来 把很多优秀的人都给留住 当然了我们有好的培训体系 让别人能看到 这是能让他升职的一个地方 他就会认为这个公司是一个人才的高地 人才想要什么样的环境 人才想要什么样的培训 人才想要什么样的待遇 你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了 优秀的人才就会为你吸引你 你这就是的 谢谢大家